说起葛优,他是中国内地男演员,也是国家一级演员。 1985年,主演个人首部电影《盛夏和他的未婚夫》从而正式出道。 葛优虽然算不上帅气,但是多年来,他凭借着光头和不闻不火的幽默风格,赢得了众多观众的喜爱,奠定了他在影坛的地位。 他在电视剧《我爱我家》中饰演的季春生,因在剧中将身体完全摊在沙发上的放松形象,而被称为葛优堂,成为2016年的网络热词。 6月11号和12号两天,法院连续公布了武器葛优胜诉的判决书,分别是葛优与欧美加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网络侵权责任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 葛优与甘肃唐生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网络侵权责任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 葛优与武汉博金传媒广告有限公司,网络侵权责任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 葛优与泰州大管家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网络侵权责任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 葛优与深圳极简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网络侵权责任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 该武器案件中均在其主办的微信公众号上发布了文章, 未经葛优本人允许就擅自使用了多张照片进行商业宣传。 葛优为维护自己的肖像权,向法院提起了诉讼请求,要求被告公开赔礼道歉, 并要求欧美佳季旅行社有限公司和甘肃唐生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赔偿经济损失30万元, 维权成本及合理开支1万元。 其他三家公司则是要求赔偿经济损失20万元,维权成本及合理开支1万元。 最终法院经过审理判决,均要求被告在其主办的微信公众号上刊登致歉声明, 并赔偿原告葛优经济损失2万元,及合理开支2千元, 博婚原告葛优的其他诉讼请求。 葛优起诉五家公司的要求赔偿总计125万元, 虽然最后只获得了11万元的赔偿, 但是却也给不法商家一个警告,希望能够尊重一人的合法权益。